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十篇二十二篇一到二十一节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 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 夜间呼求,并不住生 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我们的祖宗倚靠你,他们倚靠你,你便解救他们 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 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 但我是虫,不是人 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 凡看见我的,都吃笑我 他们撇嘴摇头说 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 耶和华可以救他吧 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 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 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 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 求你不要远离我 因为极难宁静了,没有人帮助我 有许多公牛围绕我 八山大立的公牛四面困住我 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丝吼笑的狮子 我如水被倒出来 我的骨头都脱了结 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 我的筋力枯干,如同瓦片 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 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犬类围着我,恶党怀绕我 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 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 他们瞪着眼看我 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免揪 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 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 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 救我脱离狮子的口 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 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 当大卫他说,我的神,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 不听我哀哼的声音 我们了解这是一个哀悼的诗篇 可是大卫在这里,他也表达 他对神的信靠 尽管他被神,还有被人拒绝 面对仇敌的攻击 可是他祈求神可以拯救他 他向着神,他充满信心 他决意要来赞美神 要来信靠神,而且邀请其他的人 一起加入他的赞美 这个诗篇是很典型的 弥赛亚受苦的诗篇 也是在新约里面最多被引述的诗篇之一 所以我们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就是引用这一节上半的话 来做祷告 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诗人的痛苦 他感觉神好像离弃他,不理睬他 因此他遭到别人的这样的一个细效 所以他在第二节他继续的说 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 夜间呼求并不住身 他说的是,在我里面 我不要停止这样的呼求 我要一直一直的祷告 但是我觉得大卫很宝贵的一个点就是 他没有沉溺在自己的忧愁里面 因为他知道这个只是会让他越陷越深 所以他起来,扬起他的声音 他来祷告,他来赞美 第三节说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他在这里就提到说 以色列所赞美的神啊 你是坐在圣所的宝座上面 所以这个时候虽然仍然很痛苦 仍然有很大的压力 可是大卫没有失去他的信仰 他把他的眼目转向神 他高深地在这里赞美神的圣洁 在这里来遵从神的自己 然后他想到他的先祖 他说我们的祖宗依靠你 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 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 他们依靠你,并不羞愧 可是我是从,不是人 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 所以他讲到他自己 他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无助 是那么的没有价值 被人来羞辱 那别人没有把他当作人 他觉得他是那么样的一个羞愧 甚至他在位的期间 他也曾经遭受到儿子的背叛 所以他是带着羞愧逃到旷野 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的主也是这样 他为了拯救世人 他也受到世人的抵挡 甚至被逮捕 为我们的罪 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是不是 而第七节这里他也告诉我们 他讲到说 诗人他说凡看见我的都嘲笑我 他们在那里撇嘴摇头 说的就是一个侮辱的动作 他们在那里嘲笑 嘲笑大卫 恶人 那些不好的人 坏人 看见义人 现在患难中 就是常常这样计较 计较这些义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 包括大卫那个时候 他在躲避压沙龙的追杀的时候 逃往旷野的途中 你记得 世门也是这样的嘲弄他 第八节说 他把自己交托给神 神可以救他吧 神既然喜悦他 可以搭救他吧 这个交托给神 说的就是为耶和华而活 也就是说 世人会嘲笑一个为神而活的人 这个情况 你为神而活 可是神并不来搭救你啊 可是第九节 大卫说什么 可是你是叫我出母腹的 我在母怀里 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 大卫并不因着别人 对他的嘲弄 好像他觉得很羞愧 觉得埋怨神 神你都不救我 他说不 你使我有依靠的心 你使我在这样的景况里 我可以安然居住 你使我可以继续的依靠你 而从第十节这里 大卫继续讲 神啊 我自母胎就被交在你的手中 从我母亲生我 你就是我的神 好像大卫他从小就被教导 知道要信靠神 所以他把他的痛苦 把他的过去 还有神对他的保护 好像放在神的手中 他学习定精在神的伟大 跟荣耀里 他确信神的帮助是完全的 11节 大卫继续说 求你不要远离我 因为极难临近了 没有人帮助我 大卫在这里求神来帮助他 他回顾自己 从我出生开始 主你就一直一直的帮助我 他相信神的帮助 他信靠神的帮助 所以他提到说 虽然有许多的公牛围绕我 巴山大立的公牛四面围住我 我们知道这个巴山 它是位在约旦河东旁边 它是以出产猛牛来出名的 所以那个时候人有在路上 你很可能随时被牛角给触伤 有这样的一个危险 因为牛他常常不时的会走到街上 是蛮可怕的 所以大卫就用这样的一个形容 很贴切的讲到 事实上从后面他讲到 有公牛啦 狮子啦 二犬 二党 都是一样的 讲到这些恶人 他们这样子的 就在他的周围环绕他 要伤害他 后面说他们向我张口 好像这个狮抓吼叫的狮子 我好像水被倒出来 我的骨头都脱节了 说的是这些猛兽 吞吃他 伤害他 好像把它分得一块一块一样 而十五节这里讲到说 我的精力枯干 如同瓦片 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 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当中 说的就是人性的悲哀跟挫折 他的痛苦 大卫这样子被敌人来攻击 好像他里面真的觉得很憔悴 他很消瘦 而且他就好像一个 没有活力的死人一样 他继续的形容 这些恶人像犬类一样 围着我 恶党环绕我 他们扎了我的手 扎了我的脚 我的骨头 我都能够数过 他们瞪着眼看我 好像他提到他自己现在受得不得了 好像被攻击到一个地步 连骨头有剩下多少根 都可以数得出来 而敌人在旁边只是很高兴 看着他在受苦 这里提到说 他们分我的外衣 为我的礼因研究 好像在这里提到说 诗人他讲到说 我唯一能够遮盖的那个衣服 也被抢走了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事也发生在耶稣身上 对不对 可是十九节他继续的呼求 他说神啊 求你不要远离我 求你快点来帮助我 在这里他遇到这样的一个 残暴不易贪婪的恶人 伤害他 可是我觉得大卫他紧紧的抓住神 主求你救我 不要离弃我 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 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 救我脱离狮子的口 你已经应允了我 好像在这里 大卫他虽然有遇到这样的一个遭遇 可是他信靠神 他知道主你已经在帮助我了 虽然这些人他们这样的残害我 可是你看见 好像大卫他的祷告从祈求 转为赞美 我要赞美你 你已经应允我 你已经使我脱离野牛的脚 其实现在这个攻击还在 可是大卫他好像 因为赞美神 不断的赞美 赞美到一个地步 他真相信 他也看见 神已经应允祷告 神已经赐下得胜的力量 在他的身上 我相信今天 不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神也要这样帮助你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与我们同在 虽然有的时候 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攻击 也会害怕软弱 但是主我们相信 你已经赐下得胜的力量 在我们身上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字祷告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